因为整个宇宙 所有一切现象 跟我们的念头 密切相关 所以无论你是有意无意 你起个念头 肯定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非常深远 我们真的懂得了 这么多年来 在大乘佛法里的宣修 对于佛陀这些话 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什么念头最善 善中之善 纯净纯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真正能放下万语 没有咋念了 心里面的一天到晚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管用 魔王波陀 今天掌握着 全球的 教化的权 站在他手上 他来找过我 问我 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侵犯他的道场 我当时不懂啊 我说我没有侵犯 你道场 他也没有辩解 以后我豁然想到了 他的道场是什么 电视 网络 卫星 是他的道场 这些年来 我们一用奖金 我们也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 也有网络啊 就侵犯他的道场了 哦 原来是电视 卫星 网络啊 是他一手包了 他叫什么 叫暴力 叫色情 叫啥道英雄 我才懂得了 小城里面 有祥母 大城里都没有 为什么呢 摩也是佛嘛 他有佛性嘛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嘛 只是他 公告我们 好胜心 太强 所以我要给他 略个牌位 把他当菩萨 看待 的确 当年没有跟他商量 我们就搞电视 搞网络了 所以现在谁在教啊 电视在教 网络在教 把人全教坏了 这个里头的因素 非常复杂 不能怪任何一个人 我们也不能责怪 博寻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世世代代 我们太大意了 没有把普世的 能力道的英国教育 掌握住 我们俗活了 太大意了 过去的一个世纪 一百年当中 一代不如一代 那么到今天 整个崩溃了 就好像江湖的堤防一样 几千年来 古人这个堤防守住了 有一点点漏洞 赶快要补啊 从清朝灭亡之后 明国成立 俗活了 到现在几乎是 整个崩裂了 那现象呢 对每个人来讲 就是许许多多的疾病 特别是这些传染病 我们身一性也受苦 居住的环境 现在大家所说的 自然在害 地震 很平凡 火山爆发 严重的害羞 南北级的冰 快速的在融化 海平面上涨 将来 原海地区的城市 都会被淹没 这一次我就访问意大利 特别去到威尼斯 看得下 因为那是水上城市 可能下一次再去也就不见了 我们看到威尼斯的游客很多 当地人告诉我们 平均每一天 差不多有十万人 观光旅游 大概都是想就看看 可能再过几年没有了 再看不到了 那么这些 这次 病发了 那么能不能救呢 你看看东西方 古老的预言 都给我们提出警告 科学家 根据数据 判断的时候 这个地球上的灾变 不正常了 南北界的词集 大概在这个 最近的这个五十年当中 逐渐 偏了五度了 所以这个气候不正常了 这都是 恒不寻常的 征兆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针究 在大乘佛法里面讲 有 肯定有 任何的预言 科学的推测 都是当时的境界 他所看到的 看得没错 但是 任何预言跟推测 都不能是定论 为什么 一切乏从心相生 我们那个心的念头 是常常在变的 如果我们念头不善 真被他设准了 那灾难就回现前了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把念头转变一下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这真的就没有了 从什么地方来看念 从自身 念头一转 你身体就健康了 原来带着病的那种病毒的细胞啊 全部都恢复正常了 这就是自度嘛 自己救了自己了嘛 我们的念头转了 我们的身体 病痛转过来了 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这个环境 那近随心转 这个环境里本来有地震 地震没有了 本来有海啸 海啸也没有了 本来有瘟疫 瘟疫也没有了 这什么道理啊 华严经讲得清楚啊 无量寿经上也讲得清楚啊 因为境界跟着念头 这变化 人的念头善 他一切都善了 这是讲述 同时居足相应 因为整个宇宙 所有一切现象 跟我们的念头 密切相关 所以 无论你是有意无意 你起个念头 肯定产生印象 而且影响非常深远 我们真的懂得了 这么多年来 在大乘佛法里的寻修 对于佛陀这些话 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什么念头最善 善中之善 纯净 纯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真正能放下万语 没有杂念 心里面的一天到晚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管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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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